第二个如果你会 第三个第二个应该也会 这个下载资料 网路资料的部分 总共会有一个范例档 这个等一下可能请各位 自行从网路上面下载 另外有个程式码 这个程式码也是参考 里面就是 如何从网路上下 主要的大概会有几项 跟刚刚的做法差不多 不过这个类股从哪边来的 实际上这个是从 雅虎股市而来的 也就是说雅虎股市里面 这都是雅虎股市的东西 它有一个类股 对应到一个网址 像上礼拜有讲过 有提到 实际上它是一个PHP PHP问号的话 表示说它这个是 用get方式取得参数 get 如果它是Post 比如说你后面没有加问号 但是按下H1怎么它会变动 但是后面呢 网址后面没有一个问号加什么 那那种方式叫Post Post的话理论上 这个一个问号 然后传递一个参数 两个参数的话 这个就是叫get get就是开放的 如果说后面没有东西的话 那叫Post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用Post的话 这一套东西可能就 会有点问题 那你就变成你要用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模拟 网页物件 比如它可能需要卷动之后 才会显示东西 那也变成说你要在模拟 什么IE浏览器里面的元件 去模拟那个状态 它会low资料之后 你再把资料抓下来 才可以 但是又会变成说你要多做一件 就是取用那个IE浏览器的这个部分 那个困难度会更高 我好像在云端有补充範例 不过因为看看时间来 如果时间来 其实我还蛮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但是难度是有点高 为什么 因为你是模拟 它变成说你要等它载入之后 然后你再把资料抓回来 VBS办得到 但是难度真的又高很多 那理论上因为它是Post 它本来就是不希望你去抓它资料 所以它是不开放资料 但是你不开放资料 你还是要把它变成开放资料 那变成说你要多花很多东西 那当然相对的 因为你不开放取得的话 那就是你的价值 如果它不开放 但是你又可以抓得到的话 那当然相对的你的价值会高一些些 因为大家都有需要 像什么证交所、证齐会 一堆东西 当然都是办得到 不过我们先从开放资料的部分 来取得来讲 这是一直正规的做法 那这观念上面就是一定是 第一个 我有个回圈 我需要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2到35 不过你会看中间有空 为什么 因为后来我发现全部跑完 花太多时间了 反正到底是一样 我们主要是什么 就是把它跑完 然后给它一个名称 然后把这个资料 从网路上抓下来 那这个资料的话 它主要就是 特别是要 一个网页里面 我们要抓的 一定是这个网页里面的什么 里面的表格 所以会有个叫web table的东西 也就是说 这里面的话不止这个表格 还有这个也是一个表格 它是实际上这个 一个网页里面 它会有很多表格 但是有些你可能看不出来 它是表格 因为它这个地方是没有框线的 它这个表格有些是放资料的 那有些是要做什么 做排版用的 所以那个都算是 那你要告诉他说 我要抓的是第几个web table 它就会帮你把它抓下来的 但是有一些好像会有保护 我试过 比如说web table 你抓的时候 奇怪抓不下来 但是你把它换一下 比如它本来是第五个 你把它改成第四个 就抓下来了 好 所以有时候稍微调整一下 像之前我有录过一个影片 最早 大概好多年前 我就是关掉JavaScript 很多人看 后来我发现 那一招 后来有人跟我讲说 老师那一招没效了 为什么 因为可能那个 Yahoo的工程师也看到 会有这样子破解他的东西 所以他可能把那个工程关掉了 也许可能 那后来没关系 反正就是 再建招拆招 就更改一下 不过等一下我会demo 就说 如果那个不行 有什么别的方法 主要是怎么样 反正呢 就是抓资料就对了 抓的资料是什么 从网页里面的表格里面去抓 好 那第一个呢 因为这边的话 上面会有个网 这个什么来 就是从那个 Yahoo股市里面的当日行情 当日行情里面有这么多 当然不只是说 只有这些可以抓 这边也可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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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太多了 我只是抓 第一个这个 总共有这些东西 算下来好像有34个 还33个 忘记了 反正点进去就一个连结 点进去就一个连结 实际上它这个 都会有规则性的 所以以后 你看懂它的规则性 甚至你可以把这个规则性 给自己产生出来 它会更自动化 不过如果初期 你不知道 你就是这样 第一个 假设我要先抓这个东西 我demo一下 给各位看 抓下来的东西 第一个 有删除 下载按下去 它的作用是什么 下载水泥 帮我放在这边 换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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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会发现 它主要做什么动作 主要第一个 先 should.add 然后呢 apt should.com 就是先新增一个工作表 然后重新命名 命名的话 是从那个水泥 就是在A栏里面的第二列 先抓一个名称给它 再来做什么呢 从网路上 抓那个table下来 放在A1的位置 然后nets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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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再跑为总表 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 跟我们刚刚的那个 有点异曲同工之庙 一样是新增 一样是重新命名 对 差别只是在哪里 资料来源本来是在总表 筛选之后的复制贴过来 那这个是从网路上捞资料而已 所以你们需要做的就是 第一个 知道什么呢 如何从网路上 抓到什么 抓到这个水泥的资料 那这个地方的话 首先就是新增 我们的动作是新增 插入 好 特别需要 更正一下 应该是资料 这边的话 但你可能不知道 怎么样从网路上抓资料 但是你应该知道说 这边有一个从网路 对 那如果说你 初期你先要把这个功能熟练 第二个的话 你可以用录制聚集的方式 把这个功能产生 其实我们前面查询的地方 本来也不会筛选嘛 怎么来的 也是录制下来 修改一下不就好了 所以到底都一样 也就是以后 反正你就是 懂了这一套东西 以后呢 上面有些功能你不会 没关系 录下来修改 至少你看得懂吗 再来改一下 就可以变出很多花样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从web 那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上面的名称 那我要去抓什么 所以你们可以从这个表格里面 其实你们下载的这一个 这边的股市行情的第一个 这个先取消一下 先从这边 这个网址你可以复制贴到网页 那我们直接把这个网址拿来用 Ctrl C 先Ctrl C之后 再从web 把这个网址贴上 到 它会出现这个 按4就好了 OK 这个时候它会连到哪里呢 一样 Yahoo股市 特别注意 其实呢 它中间这一块呢 基本上就是IE浏览器 它只是把IE浏览器 迁入到这里面来 多了什么东西呢 多了这个关键 重点在哪里 在这里 有没有 这个东西什么 就是它会去侦测 里面呢 有Table开头的嘛 就是表格的 那也就是说 我们就是要去下载表格 那你会发现 它里面有没有这个东西啊 如果有的话 你就把它打勾 这个东西 你往下找 我们要的东西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对不对 打勾一下 不过理论上 应该旁边会有这个箭头 如果没有出现 你不用理会它 没关系 因为我印象中 在选项里面 还是这个东西 所以有的时候 它会把那个标签给关闭 这个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 显示 有的时候理论上 应该旁边会出 你们等一下试试看 如果没有出现 反正你还是照做 打勾它 这个就选起来了 按贿入 贿入到哪里呢 贿入到这里 A1 按确定 不过你会发现 它会出现什么 可是你想说 老师我明明要贿入了 可是他为什么给我这个东西 我要表 我要的是那个东西 可是没有 这个地方 也是一种保护 它故意让你下载不下来 不过 其实你可以观察一下 这个问题 到底出在哪里呢 其实 刚刚那个表单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我们下载的 本来是 本来是什么 本来是上面这东西 可是呢 它却出现什么 这个东西 那表示什么 表示 我本来这个假设是第四个 它给我第五个 所以我只要把这个数字 改成第四个 那就下载了 可是呢 我怎么去变更它 这个时候我教各位一个方法 请你录制聚齐 之后再来修改就可以 我们再做一次 所以请你把刚刚的动作 开发人员录制一下 前提是 你先把这个网坎做事一下 把这个网坎做事一下 先准备一下 因为等一下这个网坎我需要 然后开发人员录制一下 对不对 那聚集名称呢 我想不要更改 你或者你可以改一下 股市下载 可以按确定 然后呢 做什么 切到资料里面的虫位 把它贴上去 然后呢 按到 是 接下来在我们要下载那个东西 前面打勾 贿赂 A1 好 这个时候呢 请你把它停止掉 再切到聚集 找到聚集1 按下编辑 这个时候呢 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需要的东西 你会发现Wiz 开头 这个可以删掉了 这注解也没有用 你会写什么 Active Chutes 就是指的现在活动的 这个工作表 它里面有个方法 叫做 Query Table 这个Query Table 就是去什么 查询 表格的啦 反正它只要是一个表格 通通可以利用Query Table 把它抓回来 当然 除了说用网路上面的 Table 之外 资料库里面的资料表 也可以抓回来 然后Add 所以它需要做什么 先增加一个Add 一个什么 Connection 连线 连线到哪里呢 UI 其实这些应该可以 暂时 有些地方应该可以看得懂 后面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贴上的网址 这一串 对不对 那这个是我们要放到哪一个 哪一个储存格 A1 没错 你将来可不可以换别的位置 可以啊 对不对 然后 可是呢 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各位有没有看到一个属性 叫做Web Table 你会发现 Web Table 关键在这里 所以我们只需要做一个动作 以后喔 如果你下载的时候 发现我明明要下载这一个 它就给我下面的 那我可以怎么样 我把它移上去不就好了 它这个录下来就10 对不对 那你可以怎么改 改成9不就好了 这一招还蛮管用的 很多地方我发现 你下载其他都不能下载 那你录完之后 你把它改个数字 可是你要算一下 可能有的时候 差两个有的差三个 有的差四个等等的 OK 好 你就把它改成9 好 之后再新任工作表 那我们怎么样 把它执行一下 看看有没有办法把那个 刚刚的那个什么 那个类鼓 水泥类鼓下载下来 按执行 它其实是做同样的事情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下载下来 这个只有改这里 资料下来 好 但是这个只是一步而已 所以这个关键 以后如果说你遇到那个 资料没办法下载的话 关键就在这个web table上面 而且那你想说 老师那如果说我一个 像什么巨亨网里面 有可能日元美元一堆的 那你可不可以一次下载好几个web table 可以 再被注意 9 后面可以 逗点 10 逗点 11 逗点 12 反正你后面也可以 一个网页里面 可以同时下载好几个 还没有问题 足如此类的 我想这个东西 create table 这里面可以变出很多东西 那利用这个create table 它就可以跟网路连在一起 云端上面连在一起 以后所有东西 像现在很流行开放资料 也可以直接把它下载下来 那马上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或者甚至 application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做on time on time 那个方法就是 什么时间 做什么事情 那也可以 on time的时候 再把旧的删掉 自动再帮你更新新的 各位 可以啊 application里面有这个方法 可以几分几秒都可以 或者多久之后 帮你on time 再绕一下 on time 再绕一下资料 把旧的删掉 自动帮你更新 可不可以啊 同步的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先利用什么 我们刚刚讲的 录制去期 然后录一段这个 把这个web table 稍微更改一下 看看能不能抓到第一步资料 那可以抓到之后的话 后面就简单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可以捞资料 但是现在只能捞一个 那你可不可以捞全部呢 可以要跑个回圈 for i 等于 那个清单里面的什么呢 就是第二个到最下面一个 然后动态的把什么 把这个网址 有没有变更 那只是说 捞下来之后 你必须怎么样 再新增一个工作表 有没有 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不就全部都通通下来 OK 这里有想各位先睡一下 好不好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当然不只是雅虎股市 太多了 网路上面 我想常常有同学 都会发问就是 哪个网站 怎么样 所以概括 看起来 你们回去可以看一下 你想抓的那个网站 到底后面有没有 传递URL的参数 如果是 有问号 加参数 加什么 那就是表示它是 开放 让你抓 没关系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你可能就必须用 比较麻烦的方法 OK 那如果它有开放的话 就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的 OK 那试试看好不好 第一步 如何利用那个 web table的方式修改 去变更抓不同的东西 那当然不同的位置 你可以去做变更 而且同时可以去抓好几个 都没问题 好